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2号 2021年星期一 再看一看这华尔街 学习华尔街 看看 这个是QQQ 一根大音线跳空 这个纳斯达克的指数跌得比较严重今天 而且有好多人都很担心 都很沮丧 都很恐慌 这个是飘虎 是一个十字经 这个上眼线是比较长 这个信号也不好 但是不要恐慌 这个DIA呢 这个道琼斯指数还是不错的 一根大音阳线 一根阳线哈 你看它的日线图 15分钟的一路上升 然后尾盘的时候下调一下 有好多获利盘获利出场了 可以这么讲吧 但是呢 有好多人都在恐慌 在这个我是V宝嘛 也在那里的评论当中也有好多人 都很恐慌 但是我觉得因为走过好几次了 我也不觉得恐慌了 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个恐慌吗 就是这样慢慢的哈 上一上下一下 上一上下一下 上一上再应该下一下 是吧 它如果跌到这儿 马上完蛋了 对不对 如果跌过这一点 那你恐慌一下行 你刚过这一点 你恐慌什么呢 但是这么讲 这说大盘呢 下成这样呢 我们的个股可是一片血红了 看看我就跌了多少了 跌了11%了 你再看我的退休账号 这都跌了多少了 跌了10%了 我原来是3万3万8都倒过4万掉下来这么多呀 但是我2万2转过来的账户 我现在还属于 哎 这个怎么这样呢 跌了10%了 但是我还是盈利的 我是2万2进来的 那今天总是这样的呢 那我就不知道它怎么算呢 全部的话 你看 一年 全部 它这个是哈 给你表示了 跌了的意思 是不是 但是我呢 最高的时候不是4万吗呢 最高的时候是4万吧呢 最高的时候是4万 这不在这儿吗 在这儿 最高是4万多了 但是我不是没出场啊 然后我跌下来的 跌下来4000多块钱了 所以这个呢 不要怕 因为这个图形还没有走完 图形没有走完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道琼斯指出今天是这个阳线 我今天呢 在我的仓位上也想做来的 我想做这一支来的 嗯 但是呢 我有点担心 只有这一支当我看的时候 它还是在高位 啊 但是对于中国的股票 是中国股票 会是割韭菜 还是会继续拉伸 像其他的那些哈 豪谷 这个也是走的不错 但是它的图形来讲 看看日线图 我这个是15分钟 5分钟 15分钟图 它也是一个字拉 然后再打下来 但是 如果你在看实际呢 看它的历史图形是这样 第一天上的阳线 然后第二天阴线 然后就下来了 这个呢 也不例外 好像 看一眼啊 怎么变这些 怎么变这些 第一天是阴线 第二天是阳线 所以在这呢 明天应该阴线 我现在 我呢 自己在我自己的仓 仓位上没有敢做 我在这个模拟账户做了 做了好几把 你成交的 你看看 我做他又买 先买 那我是在这买的 不瞒您说呀 我在这买的 Wait a second 5分钟吧 5分钟的图 是这个 这个股票 它在这的时候 它在这的时候 我就 我就进去买了 在这卖的 卖的走到这 我没出来 夸掉又上去了 我在这砍了 砍了我又买 我又不盯着它了 在这应该卖 我没卖 后来走到这呢 我又把它给砍了 我在这又给它卖下来的 在这还是在这 对 在这卖 然后我呢 又在这继续加仓 继续加 然后在零关盘的时候继续加仓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从三万六 走到这个时候 三万六啊 我 我有的仓位是三万六变成四万五 哎呀 我这个就是判断 就是预测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啊 所以呢 今天我做了它好几把 你看看 买入买入 买入的是十三块四毛五 然后那个时间是将近三点 嗯 嗯 嗯 将近三点 买入在这应该平常 嗯 没平 继续 然后给它砍了 是吧 卖出 十二块三毛六 然后反常做的 在这儿 我给它砍了 实际我能赚钱 我没盯着 干别的事儿了 然后砍了 在这儿继续卖 现在不是又上去 当时的话已经 已经很少钱了 在这儿 我曾经看到五万 我也没平常 哎呀 反正呢 就是在这里头判断自己的判断能力吧 然后呢 又给几个盘进行接盘和那个卖出什么的 自己又做了一下子 把这个账号现在四万六 刚才四万三 这个还在涨 慢慢的还在涨 所以呢 今天呢 看这些所有的 你看我直仓 第一名是SI了 涨了百分之九十六 第二名是这个 V I A C 第三名 这个 L E D S 变成了第三名了 它今天在跌 我也挺喜欢 因为它需要调整嘛 然后我可以在这儿附近嘛 实际我在另一个账号上已经 我自己的账号是已经挂单 就是观察仓吧 挂了一张单 挂的特别特别低 只有一个单 一股 但是我觉得应该在这儿 在这儿之间 应该是能够支撑住 应该在这附近 所以现在还需要这个观察吧 然后再看百度 今天是跟阳线 呃 滴滴滴滴 是跟阴线 我在等它跌 我进的价位 我这是模拟仓啊 我是82块钱进的 现在跌我也不怕他 我就是在这儿观察嘛 对不对 我这个模拟账号就是我的观察仓 而且它是锻炼我判断能力的一个账户 你看就像我今天做这个中国这个股票 我在自己的账户上我不敢做 呃 也可以少做嘛 就是short下来 做空的 但是我没有 我在这个这个里头 呃 做一做 然后这只股票 哩哩哩哩哩 ARK 基金变成第几倍了 还有这这个 这只股票 然后再观察了 我想在这儿再接一下 因为它的 它每天的活动期间比较大 而且它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只股票也值得 值得做一做 你比如说你这一天在这儿买的 一块三毛八 在这儿呢 就两块三毛多 一天一块钱的份 一块钱的股票 你想想 你用很少的利润 就很少的资金就能赚那么大的利润也挺好 我不过先在这儿 在这里头先观察 然后这只也可以继续观察它 它到一定的价位你可以建一个观察舱 这个呢 第一道事我也没有 我也没进去 我也没干嘛 就在这儿挡着 这个呢 好像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下来支撑住 然后就上去了 这些股票呢 就是我的模拟仓 我在这儿呢 都有个观察 这只股票一直在疯涨 所以我也一直在观察它 我进的价位是 我这个在自己账号进就好了 一百三十五照样赚钱 你看看 然后到现在跌下来了 希望在这儿支撑住 不支撑住就要进去了 这个 我觉得这股票也是不错的 Zelo Z 然后这个Fogo 这儿估计到这儿也能够支撑住 Laser 这个也是做车的这些Laser的一些股票 SQ Square Square的话也涨得不错 我进的时候是二百二十块钱 现在二百六十七又说完了那么多 但是我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账户 就是遗憾到这一点 我看的太贵了 我就不愿意买 结果人家继续往上找 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些观察仓 那么呢 那么我这些也都是观察的 有的也被我修整修整 整理整理 然后再继续看好还是怎么样 我今天呢不多说了 就是大家不要不要恐慌 大概这个礼拜还要跌几天 因为你看这个大盘嘛 你看这个 这个DIA DIA OK DIA 日线头 这个也是可以预料当中 所以没有必要恐慌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必要恐慌 你看这个DIA Wait a second Where is it? 在这儿 QQQ也好 SPY也好 他不就是吗 你查这几根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从有十一根的时候 这边一查也是十一根 它就要往下打一打 然后这不继续往上拉吗 也就这情况了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些经济 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 支持这个股市 支持这经济继续发展 或者这新冠病毒 好多人失业 然后经济再不好 你再收紧这个 这个银行 再收紧这些 钱 银根 那么经济怎么往上发展呢 那不越 越收越紧的经济 也还怎么 复苏呢 所以那个 没有必要担心 我是这样想 因为你查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一 然后就开始下 这边也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一 十一 然后开始下 就说大概两周吧 就应该下一下 掌握好这个规律了 你就做好自己的计划 OK 等这一次跌完了之后 你再十一天 那一天你在卖 OK 然后你再等 再等到红线往上 除了一根这个阳线了 继续买进去 这不就很简单的事吗 好吧 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希望如果你觉得好 你呢 就给我个点赞 支持这个频道 我呢 希望呢 我说的都准 都对 但是不对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好的想法 跟我来分享 我们大家在这里 共同致富 好不好 那么再说一次 股市有风险 投资要谨慎 要用你可以亏得起的钱 来进行投资 股票来进行学习和研究 没办法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模拟仓 进行模拟 这是最好的办法 付赔你的钱 就在这里 学习一两年之后 但是这个 跟真钱不一样 他的感觉不一样 真的钱 你就不敢砍 这个钱你就敢砍 所以说 还是要 如果怕赔 小开一个仓位 慢慢做 就用一只两只股票 这么自己学 好不好 再说一遍 股市有风险 投资要谨慎 我不是 金融分析者 所以在这里 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想法 还希望大家在这里 共同学 共同分享 互相学习 互相分享自己的观点 好吗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评论 分享 订阅 谢谢大家 Good night Bye